Hello,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是感恩节的第三天 还在假期当中 然后我想趁这个机会 再去录一个穿搭的一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我想讲的细一点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搭配的一个思路 所以有可能这个视频会很长 我可能会把它作为上下级来播出 因为时间太长了 大家可能也没有兴趣看 那么我今天呢 就是我后边放的这几件衣服呢 我本来是想着说少做一点 就大概四五套 最多五套衣服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个换衣服的过程当中 拍照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又临时起意 又临时去搭配了包括一些首饰啊 那么我想就是不如我呢 就跟大家来详细的去讲讲我的思路 所以呢就是我可能会怕忘记啊 就是我之前拍的那个照片的顺序啊 就是我可能会就是随时的去 看一下手机啊提醒啊 就是我当时这个拍照的一个顺序 都用了哪些哪几件衣服怎么搭配的 因为就是我呢搭配衣服呢 基本上是一种既性的一种搭配 基本上是衣服拿过来以后 然后就是临时起意 就是想这样搭那样搭 就这种既性的东西比较多 那么废话不多说啊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啊 我今天就是第一套跟大家来说的衣服呢 就是这一套 一个霉红色的羊毛的一个套装 这里边呢有一个很短的这个短裙啊 这个羊毛的这个套装呢 可能大家也猜得出来 就是我的视频穿搭 包括我的衣服呢 可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基本上就是我讲的这个穿搭呢 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是我衣橱里边的 呃过去的衣服啊 基本上都要年代要十几年 二十年都有的 所以应该说我现在慢慢的就是我给我的这个频道的一个定位呢 其实就是用过去的旧衣服来玩转时尚 那么呢就是这这套衣服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套衣服呢 其实是这个大概有二十多年 应该是有了 我记得孩子很小的时候嘛 然后这个衣服呢是保姿的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应该还有吧 保姿这个品牌 呃可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这个保姿呢 应该有点像现在的奢侈品的感觉差不多 就是也是非常贵的 就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去买了这套衣服 所以我今天呢给他配的就是一个黑色的跨栏背心啊 然后呢就是我还配了一个腰带 这个腰带呢我要说一下啊 这个腰带呢是Cucci的一个腰带 就是我当时呢就是想买这个 呃就是长长的这个腰带 然后把它就是在腰间 可以就是可以这样穿过去嘛 就是呃有一个造型这样子 但是Cucci呢 它因为就是Cucci的腰带呢 它基本上就是它不给你打孔 然后你需要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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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短 但是因为我需要这种特别长的呢 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其实是就打折的这个款啊 当时它没有标打折 但是这个确实就是剩了两个就是特的超长的 应该是比一般男人都用不了的这种超长款的 然后它价格就比正常的款 就是便宜了很多应该是当时 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然后我一想这整好整合我意吗 然后我就给它买下来了 买下来以后呢我就回国 我就从这个中间打了一个孔 它的其实它的孔在这下边 你看就这么远的地方有几个孔 然后我给它隔了这么远 打了这一个孔 然后花了两块钱人民币 然后打好了以后呢 就是我今天呢 就把它 大家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今天呢 就把它 就是跟这个粉色的这个衣服呢 扎上了一个腰带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效果啊 然后呢 我呢第一步是扎腰带 然后拍的一个照片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是把这个扣子解开 让它更随意一些 然后把这个里边的这个黑色的跨栏背心呢 放到这个裙子里面 是一个感觉 然后又把这个跨栏背心呢 拿出来 又是一个感觉 我感觉就是拿出来以后呢 显得更随意一些 那么就是这个三个样子呢 就是我都给大家把照片放到这个旁边啊 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同样一套衣服 然后就是你的穿着 或者是你的哪怕有一点变化 其实带给它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我就是当时就是配了一个这个 这个Chanel的一个包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我准备第二套衣服的时候呢 我脱了这个粉色的这个上衣的时候呢 我下边这个小裙子啊 然后我就没有来得及脱嘛 我就第二件呢 就是穿了这个黑色了 我本来是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这个黑色的针织衫 然后下边配一个黑色的一个短裤 然后就像那种底下 就是下边下 就是就是就是怎么说 下装消失的那种感觉嘛 其实我本来是有这个打算的 但是我当当我就是把这个衣服 配到那个那个粉裙子 没有来得及脱的时候呢 我就改变了主意 我想那么我就不如再 就是多出一套穿搭啊 就是这个黑色的针织衫呢 和这个粉色的裙子搭在一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我呢 就是当时就是穿这套粉色的衣服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配了一个项链的啊 那个项链呢是也是很久很久了 就是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买过的 就是其实这种 今年的因为又有点流行 开始流行这种珍珠项链嘛 其实我这个这个呢 是一个粉色的啊 就是有点粉浅粉浅浅浅浅色的一个 一个项链 因为说实话就这种项链啊 就是戴不好就感觉 很吐气 有这种感觉 就一点不时尚 然后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呢 我就给它 我想想哦 我是这样的 其实当时就随意的就是 创造了一下 就是一种记性发挥啊 然后我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呢 什么叫时尚呢 时尚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然后我当时 哎 我想怎么弄呢 这个 因为粉色的衣服 我想给它配一个粉色的一个首饰 我没有粉色的一个首饰 那么呢 我就给它这样呢 穿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 大家看 就是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就是 就变成这样 然后当我穿这个 就是第二套衣服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粉色的这个 这个项链呢 我就扎在了腰上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把这个粉色的项链 系在腰上 我觉得也很好看 真的是很有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 也可以就是 扎腰上 我觉得很好看的 也可以随意的 也可以这样斜跨着 就是这些东西嘛 因为它本来就是饰品 就是不要居于一种形式 就是说我一定要戴在脖子上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我还 我还换了一种方式啊 就是大家知道 过去这种 就是这样子系一下啊 就是我没有用这个系一下 我觉得那个 就是太多的人弄了 就没有心意了 然后呢 我当时还给它这样戴了一下 我觉得这样戴了一下 其实呢 也可以这样拉出来 这样显得脸呢 不是那么圆 就是我觉得这样 它就会有时尚感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东西啊 就是它的时尚感 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这个 那么接下来呢 我呢 其实 当时我又用它 配了一下这个 这个是Chanel的 这个一个长款的一个项链 我又跟它配了一下 然后我其实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很多的衣服呢 就是你 哪怕你配不同的首饰 它都会带来不同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 也同样 我也用了几个造型啊 跨在身上啊 记在腰上啊 围在脖子上啊 所以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思路啊 然后 我这个架子 这样弄乱了 然后 我呢 就是又尝试着把这个 这个Chanel的这个包啊 这两个包啊 就是这两个包 我又尝试着把这两个包 像腰包一样 因为现在不是流行腰包嘛 我就像腰包一样 给它挂在腰上试了一下 其实也不难看 也很好看 可能就是 我们需要 因为当时我临时起义嘛 没有研究一下 就是应该怎么样 把这袋子固定上来啊 那么其实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包啊 因为Chanel的包是新买的啊 是去年买的 但是这款包啊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皮质啊 我还不知道它是 我还没注意它是什么品牌的啊 就是 这个包已经有历史了 我感觉有25、6年 27、8年差不多都有了 那个时候是我老公 去国外的时候 买来送给我的啊 就是 一个小绿色的一个小包 长长的这个袋子 然后我觉得它的质量很好 所以一直没有处理掉 一直留着 然后我就觉得 现在这个小包 其实现在也很好看 就是它其实也百搭 跟很多的衣服都可以配 就是哪怕说我 今天尝试配的这个 你看黑色的衣服 粉色的裙子 居然它也能配上 一个绿色的小包 其实也很好看 就是大家是不是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变得很时尚 那么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裙子啊 也20多年 这个包也快30年 然后这个真姿衫呢 年头大概有四五年 五六年这样 就这样的东西 你看穿出来 其实搭配起来呢 就是很时尚的一个感觉 就出来了 就是说时尚呢 不用去买新的东西 另外其实我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双鞋啊 这个鞋我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前两天 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其实也有这双鞋 但是我忘记了 忘记跟大家来分享了 这个鞋呢 是Arcani Studio的 这也是我去年买的 这双鞋 就是穿起来 真的是太舒服了 然后它呢 看起来像漆皮 其实它不是特别的软 然后穿上就是配上衣服呢 就是感觉这个鞋 当色很好 然后呢 又比较就是 看着像漆皮 其实它又不是漆皮 不像我冬天 有一双漆皮鞋啊 就特别不舒服 因为它特别硬 这个鞋呢 又亮又软 这个鞋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 非常好看 那么 我接下来 我再看一看啊 我再看看 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穿那个黑色的一个 这个针织衫的时候呢 我还配了一下这个围巾啊 这个围巾呢 也是羊毛的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国内的这个淘宝上买的 买了也好几年了 就是两种颜色 里面是灰色 外面是黑色 因为呢 就是温哥华 其实现在就是还是有点冷 如果你穿针织衫的话呢 出去其实是有点凉的 那么就是这样 我喜欢买这种又大又厚的这样的围巾啊 就是 它围在脖子上也很好看 它有造型感 因为它够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你还可以披上 就是我呢 其实是非常不喜欢 就是披肩 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的中年女性呢 就很喜欢披肩啊 其实披肩就是让人感觉不时尚 就是基本上一看到披肩就觉得 你是中年中老年人的感觉 那么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就是 就是不是那种很正式的 就是就是披肩啊 就是给它披在身上 比如说围在脖子上啊 比如说给它一个就是给它一个 就是大概的一个造型啊 不要就是中规中矩的披到 披到那个上边啊 我觉得就是制造一点 就是这个时尚的感觉吧 就是就是不要那种 就是太太太太经典的那种披肩 用起来我觉得不好看 就是那种年龄感那种定位 基本上一看到披肩 就是中老年人的一种 一种习惯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可以这样这样弄 其实也很暖和 然后这样的就随意一点 不要这样中规中矩的披上 披上以后呢 那种呢就没有时尚感 当然也好看 但是就是不时尚 那么就是 我呢是当时是给它围在脖子上的啊 也披了一下 然后呢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不同的 这样和转来转去的 然后呢 让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 哦接下来我把这个 我才把这个粉色的裙子换掉 然后呢 就是按照我原来的计划 黑色的这个羊 曾志山呢下边配了一个短 就很短的一个短裤 就是制造那种 下半身的这个 这个这个消失的那种 那个衣服消失的那种感觉哈 然后呢 我配了一个非常短的 这一个短裤哈 这个也是我很多很多年 这是年轻时候买的 这是歌地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 就是我在年轻时候买的好的这个品牌 比如当时歌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牌子 没有没有宝子那么贵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 它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现在这么短哈 就现在我穿上也非常好 非常合适 然后它的面料做工质感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 我今天就是把它配在黑色的衣服 下边呢 其实我是想尝试 为什么我要这样配呢 我其实是想尝试一下 这个我买了一个 就很多年 我买了一个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围巾呢 也是纯毛的一个围巾啊 就一直没有机会戴 然后我今天就想 给它那个一个全黑的 一个全黑色的 一个一身黑色的 然后配上一个红色的 这个围巾 到底感觉怎么样 然后呢 因为下边就是下边那个短裤非常非常短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如下边配一个靴子更好看一些